金刚经破空论皆知 金刚破空论是欧伊达斯造的 一真如 无别出所 可从必来 生死无别出所 可从此去 故意又远远在现 譬如水清月现 月时不来 远近在隐 譬如水浊月阴 月时不去 此夜正是本今此三句经文之计 这是 诸法设想 一切发的真相如实 真如 无别出所 生死也无别出所 在哪里呢 就在当下了 就在先前了 今天我们这个说法 老同修不会犯罪了 不会有疑问 为什么 你们有华言的笛子 又何况我们学过两遍 华言手大事 望尽还原观 大经 华言经里面 告诉我们 诸法设想 诸法设想 没有对立 过去 现在 未来 是对立 没有对立 也就是说 没有时间 没有远近 也就是说 没有空间 所以 念头才动 并发皆虚空间 为什么 没有距离 一皆一切 一皆皆 这才是四世真相 这种现象 从哪里来的呢 宇宙从哪里来的呢 能生万法 万法从哪来的呢 世尊在论言经上 告诉我们 当初出生 随处灭尽 世尊这个说法 在菩萨处胎进 世尊跟弥勒菩萨的对话 讲得灵力尽致 什么叫当初出生 什么叫当初灭尽 弥勒菩萨 弥勒菩萨告诉我们 夜叹指 有三十二亿 被其念 念念成行 那就是出生 你看 行界有十 念念出生 这个阴念出生 那是 物质现象出生 行界有十 精神现象出生 在佛法讲 五蕴 念念成行是四 出现了 行界有十 那是受想 是受想 行实 出现了 虽然出生 佛讲 当初灭尽 这个念头没有了 这现象就没有了 第二个念头又起来了 又出生 这一个念头存在 多长的时间 我们前面同学概略地估计了一下 如果一弹尺 这个一秒钟 有五次弹尺 那一秒钟里头有多少个出生 多少个灭尽 算出来的数字 是一千六百兆 一秒钟 一秒钟有一千六百兆次的出生 跟灭尽 当初出生了 谁出灭尽了 你是从哪里来的 没有来出 你是从哪里去的 没有去出 来去是假的 不是真的 这是 确确实实 帮助我们把这个世界看破了 佛说 这是 诸法实相 所以佛常常跟我们说 一切法空 凡所有限 现实虚妄 你说是不是虚妄 一秒钟 一千六百兆次的生命 单位是兆 我们中国人 我们中国人讲 万万为亿 万亿为兆 一秒钟有 一千六百兆次的生命 所以 迷生灭 了不可得 那这个话怎么讲呢 用不生不灭 来说这种事情 大家要知道 如果真的没有生命 说不生不灭 毫无意义 生灭就是不生灭 不生灭就是生灭 这是说什么现象呢 一秒钟 一千六百兆次的生命 这个生灭现象 你怎么能掌握它 掌握不到 不但我们眼睛看不到 耳朵听不到 六根都接触不到 想都没有办法想到 我们想一桩事情 起心动念 一秒钟里面 就有 一千六百兆次的生命 科学家发现 没说出数字 佛是把数字说出来 科学家告诉我们 量子的生命 速度非常快速 就是它存在 存在的时间 非常短暂 我们肉眼能看见 实际上是它的连续下 就像我们看电影 在荧幕上看到的画面 是连续下 不是一张一张一张 一张一张的幻灯 它移动太快了 那么电影放映的时候 我们知道 一秒钟二十四张 现在佛说 我们眼前这个现象 你感官这个世界 一秒钟 是一千六百兆 连续的幻想 不是真的 我不要连续下 我单单找一个像 行不行呢 一个像就是子弟讲的了 来无所来 去无所去 无神无灭 就是这个现象 你一找神秘 找不到我 它太快了 一秒钟里头 一千六百兆次的神秘 你怎么找法 今天科学家看到的现象 物质现象的真相 什么叫物质 物质到底是什么 真相搞清楚了 原来是 意念累积的幻想 这就是说 一切法从现象身 物质从现象身 科学家证明 意念 行实 是物质的基础 换一句话说 没有这个念头 就不可能有物质现象存在 物质现象 物质现象是意念累积的幻想 我们以为它是存在 其实它不存在 就像我们看电影的画面 电视的画面 你看那个像都好像存在 其实不是的 是快速动 在移动 电影的移动 我们知道 细心就看 它还有点震动 为什么 它一秒钟 二十四次 好像有晃动 但是电视看不到 放动 电视这个频率的时候 比那个电影放映机 那高太多了 越快 你越感觉不到 看不出 它是假的 其实它确确实实是假的 包括我们身体 包括我们的思想 全是假的 别以为是真的 外国的哲学家 聪明啊 他不承认身体是自己 什么是我呢 我死故我在 我能够思想的 这个生活 身体不是我 能思想的生活 思想什么 滴流意识 意识是物质的基础 意识也不存在 跟物质现象的 频率完全相同 高频率的震动 所以科学家 有提出 认为整个宇宙 像弹琴的旋一样 震动 旋的定律 从这场发生 这个说法 跟佛经上 一日相应 佛法讲 一念不绝 那一念不绝 就是学的震动 非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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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速 那这一动 产生一个现象 虚幻的现象 佛经的名字 叫阿赖耶 阿赖耶 能变 万思万法 是所变 这一变就是 设法界 一真 状严 识 不代表数字 识代表圆满 无量无边 无数无尽的变化 跟着你的念头变 随众身心 因所知量 这就是 宇宙 人生 万物的 真相 无量无法 不代表圆满 未经许可